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它操作非常简单,一键导入的质量相当的好,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方便,也是看你的缺点的一个速度都用了很多的缺点 本身的一个微卖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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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段的一个宽带都是可以支持的,功能也是十分的强大 跟前面两个相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官网 这个工具的名字呢,就叫米浩某Party 那么它的标示啊,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这个Clush的那一个小猫咪的一个标示啊 这一边呢,就是说一个更易用的代理客户单 这个是下载,这边是使用指南 假设不会用呢,可以点这边去看一下 那它的下载在这边也可以下载 在这边有一个这个Github的标示啊 在这里也是可以下载的 那我们点这个地方下载呢 它也是转到这个Github里面 目前的版本是1.6的版本 我们朝下拉 这边它的下载地址啊 它兼容这个Win10跟11 包括安装版跟便携版的 又是社会312位的 然后Win7、8也是有的 MacOS11加的那个MacOS其他版本的 包括这个Ninux的版本都是支持的 那我们要下载的话呢 朝下拉啊 这边下面很多 大家看清楚 假设像我们用的是Windows11的版本呢 我们就需要用的这一个啊 X64的这个setup的一个版本 或者说你在上面这个地方下载也是可以的 我们一般选择这个安装版又是4位 那点一下的话呢 它就开始下载 安装包是119兆 一秒钟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好的这边说提示要确保信任这个东西啊 我们点这边的三个点 然后这边点保留 这边是显示详细信息 这边点仍然保留 这样就可以了 安装这个软件之前的话呢 必须要把你的这一个电脑上的一些杀毒软件呢 包括什么360安装 360安全卫视啊 还有这个火龙什么的要关掉的啊 这个尝试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好的 我们把这个安装包弄到桌面上来 好的 就是这一个啊 米号码 然后我们在安装之前呢 把我们之前的这个科学上网工具给它关掉啊 那就是这个 这一个的话呢 我之前有做一个视频 但是很多小伙伴留言给我说这个 有些说不能用的 那有些说这个只能用一分钟的 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啊 但是我在我的电脑环境上用的还是非常的OK啊 一直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OK的 随随便便缺到几万开 让我们把它淡开一下 淡开以后 我们右键点击它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行一个安装 这边点4 这一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可以更换这个安装文件夹 我们这边点安装 好的 安装完成以后 那这个是它的快捷方式 我们第一次运行呢 点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好的 打开以后 这个界面呢 也是非常简洁的啊 左边是一些功能区 包括这个大家好看到的 下拉里面还有啊 首先这边呢 是一个规则全局直连 那这个什么意思 不用我解释了 这边是一个打开系统代理的一个按钮 这边是一个虚拟网卡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有需要的 可以在这边设置 这边是一个订阅 那点开以后呢 看这边有多少订阅 这边是代理组规则 这边是代理组 那这边是一个规则 可以通过衰选的安排你的规则 这个是什么外部支援等等啊 那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它怎么使用 我们点这个空白订阅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订阅管理 那我们现在导入一个 节点 来看一下 直接把链接呢 粘贴的这个地方啊 这边这个代理点跟不点都是可以的 我们点这个地方导入就可以了 点一下 那很快就导入进来一个节点 那这个有年呢 也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个 导入进来以后 那这边是一个刷新 那这边是一个什么编辑啊 然后删除等等的 这边可以添加其他的一个地址 代理组呢 现在打开以后 这边就看得到了啊 这边是一个有年 那自动选这也是选有年的 后面两个就不管它了 这边规则的话 我们点开它 这边也是一连串的东西啊 好的 我们回到代理组这一边 我们点一下这个有年加速器 这个是我的一个节点 然后这一边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速非常快啊 基本上两秒钟全部出来了 这个节点还是非常的快 然后呢 各个地方的节点都有啊 都有 那我们演示的话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节点 那比如说这个新加坡的吧 随便找个新加坡的节点 那这边点选以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系统代理 给它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呢 这边有这一个上传下载的速率啊 每秒10兆多少的就行了啊 那我们现在打开浏览器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YouTube 我们这边收个4K看一下啊 看呢 加载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们给它担选一下 这是共享 好的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跳过广告 OK 现在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画质啊 它自动就是1440了啊 表示这个节点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一下详细统计信息 目前的速度是10万 11万12万啊这个节点的质量相当的好 那么这个速度呢 也是看你的节点的一个速度 另外看你电脑本身的一个网速的匹配啊 我目前我的网速是300兆的一个宽带 那么现在可以去到14万开 OK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快进下去到16万开啊 瞬间去到16万开 当然我这个节点是非常优秀的啊 这个节点我之前也给大家做过一个介绍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啊 我们看看这个奈飞 我们打开一下奈飞看看 这个奈飞也是顺利的打开啊 点开以后呢 可以进入这个登录界面 都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的我就不演示了啊 我们现在呢 再回到这个女胞某这边来啊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外部支援啊 我们点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怎么样的那个啊 这边内核设置的也是不用设置的啊 本身这一个我们用的这个内核版本呢 它都是自动的啊 都是自动的 假设你有特殊需求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更改 这边是DNS 域名秀探 包括日志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设置 设置这一边的话呢 这个是不是要开一些自取啊 自动讲它更新啊 那显示这个悬浮框啊 包括任务然显示网速啊 那我们给它打开看看 是不是有任务然显示一个网速啊 那确实啊 打开以后大家看到任务然 左边呢 这边是有一个 CPU内层的占用率 还有一个网速的显示 那我把它关掉的话呢 我把它关掉的话呢 那这边就没有了 消失了 这个可以大家根据需要来使用啊 另外它还有一个颜色啊 目前自动的这个背景颜色的是灰色的啊 我们默认这一边呢是没有的 那我们可以点这一边呢 点一下下载 下载完以后 我们再点一下默认这边呢 它就出现很多了啊 打比方金盆施加 那整个就变成粉色的了 那橄榄绿 那就变成绿色了啊 这里面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这一个 自己的需求爱好来进行一个设置啊 这一边这些东西都是默认的 都是默认的 没有必要去这一个做更改 好的这个Mihomo这个代理上网的工具呢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如何到处节点 如何这个选择节点 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啊 我感觉这个用起来呢 好像比这个Clash用的还更顺手一点 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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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